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在我们这个民主故事里边 我们也说过,他有些是历史上的人物 有些是历史上的影子人物 还有是民间怎么样 经过传说 慢慢诸如展颜 慢慢的壮大,形成的故事 不管它的根源是什么 它总是含映着我们中华民主 非常丰富的民主意识 民主思想 民主理念 民主情感在一边 就因为这样的内行 他当然必须是全民 经过长的时间 流过光源的空间 慢慢的把它 这个共同啊 创作 共同完成出来 所以这里边 这些 就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作者 真正的作者 当然 可能有最后 把这些成果啊 肿囊起来的 那样的人物 比如说 像儒家思想 我们都说孔子 对不对 事实上在孔子之前 儒家思想 已经相当发达 孔子不过是把他极大情 那样的人物 就像道家思想 就是庄族把他极大情的人物 法家思想呢 是韩非族把他极大情的人物 都不是啊 纯粹由一个人所创的 所创 但是那个极大情的人物 往往就是指标性的人物 为大家呢 所拥戴 推崇 这是必然的 那么如果说啊 从历史人物 和民间传说的人物来说 有些历史人物啊 他的事迹也很简单 像什么 像王昭君 历史上记载 也很简单很小 可是王昭君的故事 发展的结果呢 却累积了 我们中华民族里边 各种观念的汇吹 这里边就有一下之变 一下就是 外国人 中国人这种分野 第二呢 第二呢 就有妇女怎么样 一个妇女 她被认定的应有的操守 所以在这样的观念底下 她也慢慢的 这个造型就不一样 第三呢 她又和文人 从七年以来 相朝美人的故事 又会吹在一起 所以她就相当的 多元性的那个 那样在边 因此呢 她留过的时间 当然就 广远 还有她的历史形象 她本来的历史形象 和民间给她造型的 民间造型的形象 请问各位 会怎么样 会不会离谱差别很大 就差别很大 差别的甚至这样的 你呢 无法认知 像孟江泥的故事 我们的说法 她原来只是什么 齐国一个 战败死亡将军的太太 她被记载下来 只是儒家 觉得她懂得伤礼 这个礼节 所以说 取良七一 知礼 知道理 哪知道她后来会和 这个民间习俗的唱的枯调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由枯调的感动 引发到 什么 枯调那起城 枯调那菊城 枯调那梁山 那民间的这个什么呢 长着翅膀的那个 那些这个什么呢 触发联想的瑕疵 就是 最后就把她 枯到哪里啊 万里长城 你看枯到万里长城 连这个人物的 时代背景就要怎么样 都要这个从春秋到秦草了 那民间的这个什么呢 遐想的翅膀 就给她塑造 成为呢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孟江的故事 所以这研究起来啊 是非常有趣味的啊 各位都是在研究所念书 研究所啊 虽然号称研究 但就学术来说啊 其实各位才只是一个 学术研究的入门而已 入门而已 你们所应当学习的 当然就是自学的态度方法 把这个态度 弄得严谨正确 把方法呢 也掌握得清楚 这个将来自己啊 就可以拿到 学术的钥匙 你自己就可以 开启学术的门键 但是研究学术的类型啊 常常是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呢 在 开始的这个研究 应当啊 要由简易入手 你叫简易入手 拿做系统研究来说 你不妨从一个名家 名众 以他为核心 仔细的读他 仔细的去探讨他 你研究师也一样 别人做过的没关系 李白杜胡 你照样可以拿来做研究题 因为他是名家 你仔细去研究 你去探讨 只要你 观点不一样 你触发力强 你诠释性强 你就有 你自己的看法 像这样 有 简易的作家作品呢 我觉得这是 打下这个研究基础的 比较简单 而 可有成就的一种方式 可是到后来 像我们拿今天所要谈的 王昭君的这个什么呢 研究 来说 如果拿王昭君的研究来说 那么他就比较高难度的东西 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物 既是 观设历史的 有他历史里边的 他有没有观设到 民族意识形态啊 有 他有没有观设到很丰富的 个体类的文学作品啊 各体类的文学作品啊 有 他有没有观设到民间 广为流播的这种 歌谣啊 这个说唱啊 等等这些 庶民文学呢 也有啊 他还观设到 戏曲里边的表演艺术啊 所以他这种 研究起来 涉略就要 相当宽广 宽广 就容易怎么样 容易不容易把资料 掌握得完整了 不容易 即使你掌握完整 他又怎么样 又相当的 琐碎 这个纷扰 你要把它同理 把它这个建构 本身就是一个工夫 所以像这些高难民 那么研究 如果 达哥比英雄戏曲 你这个戏曲又是民众 又是跨越几个朝代的民众 一直到现在 还是在舞台上演出 那你研究它更难了 因为它必须又是文学的 又是艺术 艺术又是在这个什么 历代的呈现 那文学呢 又有历代不同的思潮 不同的看法 所以啊 我举这些例子 也提醒各位 你们啊 都会 要选择题目来 做论文论说的 留意到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这个什么 学养的基础 留意到自己啊 呃 是 性情上倾向什么样的 一种 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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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选择一个 比较 适合的 好 就王昭君的这个故事啊 你看看 我们 我们这里边 各位看岗幕 下 495 顿 参数中 圆形的王昭君 那你要圆着王昭君 圆 王昭君最早的记录 他 他的原型是怎么样 你当然必须要弄清楚 弄清楚 弄清楚 以后 他 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变化的缘故 是基于 是基于 时代的什么因素 基于一种民主思想的什么缘故 基于文学什么缘故 你就可以足处探讨下来 所以我们汉书里边 你看我们呢 把他的原型先探讨 第二呢 就在499 月 忧愿美丽的王昭君 也就是说 王昭君起先美不美啊 原始 原型里边没有说他多美 没有说他多美 就可能很美 那可能呢 一般压压烏烏烏 那现在呢 我们说 忧愿美丽的王昭君 那可见他就美丽起来了 那为什么要给他美丽呢 美丽的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慢慢演进的呢 这是不是一个又很复杂的论题啊 很复杂论题啊 所以这是第二探讨的 各位再看第三 唐代以后的王昭君 那王昭君然美丽 美丽为什么又叫他忧愿呢 那唐代以后 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王昭君又成了 什么样的一个慢慢逐渐定型啊 这个历史人物 发展的结果 就有一天一定会定型 但是 定型以后 他 这个 如果他是个正面的人物 那常常就是被割勇 被推崇 甚至被默拜 如果是一个反面的人物 那你怎么洗刷 都难以洗刷 像我们这个 拿曹操来说 其实就历史上的曹操来说 像他那样的人物呢 所谓的 奸雄啊 那何止他一个呢 他起码还有儒家一个 君臣的基本观念 他还要笑话谁啊 他跟周文王 一样的 不敢就把 汉宪帝废了 自己做皇帝 他还不敢做这样 他起码那时候 还经过一阵 他希望能够 统一天下 让百姓过着 太平的岁月 可是群雄争战 他慢慢这种 这种心啊 就少了 就变成了 这个魔力了 甚至阴弦了 乃至于呢 对于 汉宪帝 县帝 的皇后 府后 也有这个逼迫 甚至杀害的这个情况 然后又被文学里边 哪一个书啊 最要面是哪个书啊 两个书 三国演义 是影响最大的 但影响三国演义的 就是 朱熙的紫园纲 朱熙呢 原来我们中国历史啊 分裂国家 有一个不成文法 你如果谁 占领了中原 占领了中原 那他就是正国 其他的 都是这个 分裂的国家 所以啊 在这样观念里边 三国时代谁占领中原呢 当然曹操 所以三国演三国制 是以曹操为政统 三国制 可是呢 紫阳纲目的朱熙他们觉得 这个曹操等于是串了什么 串汉 而这个汉还有一抹杏油的在哪里啊 在四川 他就属汉 他觉得应当要给他做正统 那正统就是一个 正面的这个 的军臣 所以呢 整个描写 牛背底下的军臣 包括诸葛亮 各个都变成了不起的人 各个都被 这个小说啊 偏袋 老百姓怎么样 就都像有他们 所以 官公 就变 了不起的人物 过五官 战六将 这些 就可以什么样 越赌春秋 千里佐丹季 保护扫抄 这些啊 集中意一生 而这个 诸葛亮 其实 做的宰相也是普通而已 他不是说真是能够自 自国平天下到了不起的程度 他真是了不起的话 他就北伐中原嘛 怎么老是 六出七三 打来打去 都没什么进展呢 那三国演义里边 这个 碰到重量 他好像 好像 诸葛亮就躲起来 不管了 所以刘备也被打败了 所以这个什么呢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官公呢 也被杀了 这时候呢 你诸葛亮都跑去哪里了 所以偏懒他 就不写他 反正没关系 一样 然后造一些甲 什么藏的七青剑 杜刚踏头 请东通 这是 这是江湖四宿 一个 神棍的作为而已 他其实是个儒家 也是个法家 个政治家 就是没问题 但是把他变成一种 一种这个 好像神机妙算的人物 这都是神话的 那连那个什么 苏东坡所说 就是以善观睛 谭笑间 强露 灰灰灰灰灭 这谁的是谁呀 这谁的是谁呀 周瑜呀 可是因為舞台上與善觀金就變成朱葛亮的衣服 所以一般人讀與善觀金、談笑間 變成是朱葛亮的功勞 火攻赤地,那也是朱瑜的功勞 朱葛亮那時候在赤地之戰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可是小說一寫一線,錦梁、冒季、山氣、桌椅這些都把它變成真的 那華榮道四朝也沒這回事 你看華榮道四朝會令人多感動,關公是這麼意氣 所以這些小說的影響、戲劇的感染力才是真正掌控的 我們廣大群眾的心靈 研究這一種,我創發了一個研究題目 叫《歷史人物的民間造型》 像我說的這個《歷史人物的民間造型》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王昭君》都一樣 那一些真假就必須要從歷史的原型裡邊去探討 然後也要說明為什麼這個人物的原型會轉移到民間的如此造型 民間造型最大的一個推動力是什麼啊? 當然我們說民主意識思想情感,這個是第一 另外還有兩種人物啊,也是推波助瀾了很厲害的 那就是說唱藝術家 說唱藝術家在民間傳播這些故事 越說越精彩,越迷幅,越精彩 師父傳給徒弟 徒弟一定要在師父的加油天父之上,再加油天父 你們知道我們台灣有一位專門說廖天釘的 那個人是誰啊? 吳徒什麼? 吳樂天 吳樂天 吳樂天我安安俗的 我在辦民間聚長的時候 就給他一個晚上 在青年公園去講藝術家 結果我的助理啊 我叫他六點鐘就要來 結果呢,助理向他說八點鐘 那個聽眾集合一大堆啦 那怎麼辦啊? 只有我上場 我上場說 各位,你們不要誤以為我就是吳樂天 吳樂天不是長成我這樣子 我是這個活動民間聚長的製作人、組織人 他要八點鐘才來 我現在為他帶打 各位先聽一段 好聽不好聽 不好聽你們就走 好聽就繼續留下來 等吳樂天 結果呢 我就把這些民間故事的造型啊 大說一番 從梁柱開始 梁柱是集文中國 這個愛情故事的大長 一個一個說 孟佳明是怎麼說 一個一個說 越說人越多 也沒有這個跑掉 你看,以我這個不是職業性的 我臨時上場 也可以吸引這裡 你們就可以想見 說唱藝術家 我們曾經說過 我們有一張專門談說唱藝術 他對 對我 中國古代民間 知識的傳播 倫理的宣揚 民間的一種娛樂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對於後來的什麼樣 小說 戲劇 的素材 題材 和音樂 都提供了很大的資源 所以 收藏文學 是 研究中國文學的人 一定要知道的 另外啊 我也喜歡這個什麼呢 比如說 這個王昭君故事呢 各位看 五百零五月 有關王昭君的文學 有關王昭君的文學 這就是一個紀錄 你們知道嗎 有關王昭君的文學啊 我大概在裡面寫了 有一個叫清種誌 有一個書叫清種誌 因為他呢 清種 在 在蒙古 他的王昭君的埔木 說是木曹皆清 清種誌 因此把有關王昭君的 各式各樣的 相關的 故事的 這個材料 還有各種文學 歷朝歷代 對他各有 各有 都集成一個書 這就有關王昭君 資料的 這個紀錄 所以各位呢 如果說 大哥可以說 你們呢 對王昭君故事 有一點興趣 你把這個書找到 那麼一條一條的看下來 你必然會有所領悟 如果 如果你也根據這個 練習 給他寫一篇小文章 這就很簡易 但是不是研究 這距離研究還要找人 如果要研究 你要根據這個 為核心 把每一條資料的真正的根源 你們都要把他 索引出來 把他沒有的要補 把人家研究的 你也要把他怎麼樣 把他集入在一起 然後 進入這個研究 我們才可以做足部的研究 大陸出來的書 有關梁祝故事的書 我家裡有 我記得一大套 好幾冊 一大套 現在也有人編了什麼呢 編了這個牛 牛郎之女 還有這個馬圍 牛郎之女 還有孟江女 孟江女就把我的劇本 也收進去了 牛郎之女 也把我的劇本收進去了 最近幾天 騙心的時候 有一個人 就是陶淵明的 而不是陶侃的 千方百計 找到了我們台大中文系 終於被 佩勳把他破解了 原來就是要 找我那個陶侃賢母的劇本 也要收進去 你看大陸現在做這種工作的人很多 所以要務必要 學術的促虛要知道 人家已經都 做這麼多的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援助他 這個基礎就知道 好 我們現在進入 黃昭君 他這個 像這樣的故事 黃昭君在 如果說 如果說要他的 他的最早的主寫 故事的根源 各位覺得應該從哪一個書啊 當然從漢書 對不對 因為他是漢元帝時候的 他的歷史 他的歷史被檢視 在漢元帝 的那個時代 北方的匈奴分裂 南北匈奴 分裂為南北匈奴 我們中國自從西州以前 就碰到北方的 就蒙古族 每一個朝代 名稱都不一樣 族群的名稱都不一樣 西州叫顯雲 顯雲會不會是誰啊 一個全之編 一個嚴肅的 嚴格雲 雲就是全之編 一個允許的雲 也是顯雲 那麼在 漢高族的時代 就是匈奴啊 到漢元帝 還是匈奴啊 但他分別為 分裂為南北匈奴 就裂亂了 南匈奴就聯合 漢高族 結果把北匈奴趕 趕到北方去 所以 南匈奴的這個 殘儀 叫呼寒邪殘儀 我這個裏面有看過什麼 呼寒邪殘儀 他就到 漢元帝的宮廷裡邊 請求啊 這個 和親 因為和親是漢代的政策 歷朝歷代都有的政策 包括漢武帝那強大的時候 也有怎麼樣 無孫公主 嫁無孫公主 你看到這種政策 到唐太宗的時候 是何等這個什麼啊 強盛的一個時代 被這個周邊的馬夷 上尊號為什麼啊 唐太宗被上為什麼啊 天可憨 對不對 他多還要把 這個文成公主 要嫁到 這個 就現在的西藏 土翻 這個不讀 土波 對不對 我們都讀土翻 但是要讀土波 這個 這個 這個土古文 我們讀的什麼土 這個土 土藝文還是什麼 這是特別的名 土藝文 土土藝文 類似這樣 都還是一種革新政策 那時候的這個 這個 武漢 武漢元帝啊 平洋心說 並不太看得起 這個武漢水昌 所以他呢 是給他來做燕之的 不是什麼自己的女兒公主 也不是自己的這個親族裡邊的所謂俊王的女兒俊主 不是中親裡邊的 只顯了一個怎麼樣 顯了一個宮廷裡邊的梁家子 梁家子就是皇帝啊 他 他 財女 他民間進線到宮廷裡邊 被選為宮女 如果真漂亮真什麼的話 還可以被皇帝呢 撤封為 在這個 內庭的 這個階級 宮中的階級1 498 來 姻群母主稱號 弟母稱皇太后 祖母稱太王太后 嫡稱皇后 妾皆稱夫人 又有美人 各位這個夫人以上地位很高的 夫人就等於未比親王 皇后是和皇帝敌體 接著又有美人 良人 八族 七族 長 長屎 少屎 之浩淹 至五帝 至 結與 京俄 榮華 聰衣 各有爵位 而元帝加昭禹是號 漢元帝的時候又加昭禹 凡十四等於昭禹位是丞相 頑也 絕以四尚妻 是班絕以 比列佛 金兒四,重二千十 二千十就是 等於盡首之類的 比官內佛 榮華 圾 征二千十 比大上兆 七美人四號簽署比邵上罩 八足室簽署比中庚 聰衣室簽署比左庚 這個記不住了 實在不要記 你看看 下邊 良人室八百組比左庶長 誰先去勤的時候才做左庶長啊 商鞅剛剛入勤的時候做的左庶長 你看他的地位才八百十 長室是六百十 六百十就是等於司馬遷那個職位 比如大夫 少室是 比公上 五官 順長室三百十 順長室三百十 好 然後 然後 每個月呢 可以給你一朵你的職位 然後 師古著說 家人之者 元采者良家子入宮 未有職好 誕稱家人之者也 躲時未走歐時也 位之躲時則 元一歲 不滿百十 入食一朵二生 所以 你從這個為什麼要飲這麼長啊 告訴王昭君的地位高不高啊 很低 對不對 很低 也就是說一個月的薪水才一朵二生 這樣的一種 身分地位的 這是王昭君的 歷史的原型 把這個賜給了 王昭君 賜給了 富含血殘宇 富含血殘宇 也不有 他就把他取走了 取走了 回去以後 他 他 生了 這個 兒子 後來富含血殘宇死了 王昭君一日 這個匈奴的習俗 又再嫁給誰啊 又再嫁給了 這個 富含血殘宇的兒子 彪陶莫高殘宇 生了兩個女兒 這兩個女兒 等於 都名叫什麼什麼 居臭 居臭的意思 就是 匈奴的公主的意思 公主的意思 王昭君在匈奴 漢書裡面沒什麼記載 只說他 嫁出去了 然後怎麼樣 生好了 他又再嫁給殘宇的兒子 繼任了 殘宇 又生了兩個女兒了 好像他的兄弟 也做了 和親史 和親史 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的 眼前所說的 祝兄母大使 之類 這是這麼樣簡單的一個歷史 情形 他生了兩個女兒 的女婿 等等啊 在匈奴的地位的爭斗戰裡邊 也曾經 發生 重要的作用 有時候差一點可以做 極上 殘宇的位置 當然沒有成功 這是 王昭君的原始 各位想一想看 這樣的 故事的人物 歷史人物 有沒有 可以令人感到我興趣 或者要來 對他傳說的 信惠 根本沒有 那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 慢慢就變成我們今天所知道的 那樣多彩多姿的故事呢 第一呀 就是 王昭君 先被 文人 文人呢 從這個 從這個屈原開始 就有香草美人的比喻 啊 香草美人 就比喻自己 住身的高級 文人私意的話 就拿這個來比喻自己 那文人最私意是什麼 被皇帝 不喜歡他 把他 扁到什麼 扁出朝廷 一扁出朝廷 當然就 心 情不好 就悠悠怨怨 這就好像什麼呢 王昭君 王昭君啊 他 汉民族 去扁到 蠻夷之邦 去眼駕蠻夷之邦 是可以比您的 所以把他的眼駕 比您自己呀 的這個什麼呢 不得已今晚 的這個寄託 王昭君就變成 這樣的一個 對象 所以王昭君就變成 一個 因 因眼駕匈奴 憂憂怨怨的 這一種 這一種這個形象 這一種 編文人所 寄託了 接著又怎麼樣呢 又因為 匈奴畢竟是 外主 我們汉民族 以汉民族的 這樣的一個 女人 眼駕出去 對汉民族來說 是一個 寄託的 所以一下子變 有這樣一個心理的作用 那他又有這個美人的這個 屈原的那個湘草美人的觀念 那美人要怎麼樣 要漂亮 所以王昭君呢 也往漂亮的地方發展 首先說到漂亮的 最明顯的 這個就是 東進 西津雜記邊 造出來一個 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 漢元帝破功家例太多了 他沒有辦法 一一來造性 所以就請 畫家怎麼樣 畫成美人圖 畫成美人圖 然後按美人圖來造性 王昭君覺得我這麼漂亮 我何必賄賂這個畫工呢 因為畫工 這些後工的家裡 都要賄賂畫工 畫工才把它畫得漂亮 不給他賄賂的 當然就 就畫得醜 尤其王昭君呢 大概 比較 孤傲一點 他就在他的眼睛 啪啪 電了一點 瞎了一個眼睛 那當然就 不會被選上 可是在 富汗謝參與 在壁辭大會 就是在 曹廷裏邊 要把 王昭君 取走的時候 西京雜記的描寫 就說 王昭君 一出來 皇帝一看 大吃一驚 他的容貌是 後工佳麗的 第一 可是沒有辦法 挽回啦 因為他不能 當著殘女的面獸 要把他扭下 那這個破壞兩國的邦交 第二 又覺得 你皇帝是要好賢 所以就 嫁出去 皇帝一弄 就把毛炎獸 等這些畫家 通通殺個 你說 這樣的一個故事 王昭君的美麗是不是 拉得很高啊 拉得很高 當然 文學一說 就來襯頭他 更加 使王昭君的美 落實下來 千古以後 所以不敢 有華語的 還有這裡 還有這裡 又是王昭君 的優惠院 然後在這個 又一個婦女的 結議 把王昭君往這個 中華民族的 民主思想一邊 一個女性 一定要 增結 超爽 往這邊 發展 也就是王昭君 由一個默默無聞的 女子 眼駕胸膚的一個 公女 慢慢變成一個 增結的 婦女 美麗的 這個美人 還有民族意識 思想 很濃烈的 那麼一個 一個人 也就是說把他 開始往那 美化 美化 這些美化就是 中華民族 大家共同 需求的美化 通通往 王昭君身上來堆積 來塑造 塑造到大家都覺得 這已經夠好 才停止 那後半的塑造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所以像他這個 就是 不是 單現實 是多現實的 一種 這個 比較麻煩 這樣叫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相信 王昭君在修母 起碼本本分分 不敢說他很快樂 也不會說憂憂憂憂到什麼程度 他呢 這個一個 顧名在 那樣的地方 生兒養女 過個雲朗也是平穩的生活 可是呢 老百姓 我們民主思想裡邊 他是漢家的女子 駕到那邊去怎麼可以快樂啊 所以 從 這東漢以後 這個 文寫篇章 昭君 夜這樣的 篇章就出來了 就是不讓他快樂 然後呢 慢慢又發展 覺得他 嫁給這個什麼 兒子這件事情 就中國人來說 那是 不可能的 說兒子是 名分上的兒子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終於就叫他 吞藥自殺 要不讓他 嫁給胡老子 殘餘 這個 我們的 那個 癥結觀念的 注目在他身上 民間呢 比較可愛 要是王昭君呢 保留一種貞結 所以像 這個 變文裡邊 唐代的變文裡邊 就怎麼樣呢 讓王昭君 嫁過去 可是一嫁去了 就生病 一直不好 一直到死 吞藥 也很大方 就給他辦了一個盛大的喪事 祭倒了哀悼他 你看 王昭君雖然嫁過去了 但是呢 生病死了 這個就 讓他 不敢說他沒嫁 但是嫁了 生病死 可是 可是 現在到了 這個元代的 很有人很著名的一個 馬智元的漢宮邱火鄉民 在座的同學 但他也都讀過 他就怎麼樣呢 你看 他就啊 先 讓王昭君 和 漢元帝 在宮廷中 他談琵琶 讓他發現 哇 原來有這麼漂亮的這個宮女 讓他恋愛就結婚了 赤公他為民妃 你看 這個讓漢元帝先 先和他有感情 啊 然後因為這個什麼呢 王昭君就向漢元帝訴苦 說 我為什麼不被你發現 是因為 毛元碩等人啊 把我的圖畫 畫醜了 以說 漢元帝就要 殺毛元碩 毛元碩一天就 把他真正的美人圖 就帶到 修辱那邊去說 你看 我們的宮中有這麼一個美女 烏韭占議說 哎呀好啊 幾兵十萬 就包圍長安 各位要知道 為什麼這時候可以這麼死 整個時代變 也就是說啊 王昭君故事呢 慢慢發展 我們 到了那個五福亂華的那個時代 中國人開始有一種 觀念 北方的民族永遠是怎麼樣 是強大 盛大 所以 這個 西晉時候 有個叫 石蟲 各位知道石蟲嗎 石蟲就是 看來有個有名 石蟲豆腐 對不對 看人家豆腐起來 這個山蟲有 有多大 敲碎啊 這樣豆 其實石蟲很壞 他專門做幹強盜的事 去 搶劫啊 搶劫這個富商 所以自己家財 萬貫 他 他 有名氣 那他斗 還有呢 因為他有一個歌詞 還為他 手捷 就立足 為他跳樓自殺 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 故事 那石蟲在寫一個 名 妃詞 寫了一首詩叫名妃詞 在裏邊的序文 他就說了 匈奴勝 匈奴很勝 所以不得已就把王道軍嫁給他 石蟲就認得匈奴勝 四山歷史上哪邊勝啊 漢元帝的說勝 匈奴是 來 等於來拓降談和 要求和親 就這個情勢來說 漢家是居於上位的 可是因為武不亂法 整個民主性 民主主尊心 開始降落 北方強盛 那到了 元代更不必說 我們韓民主亡國啦 所以 在漢宮邱裏邊 就變成 富含血全殘 率領十萬大軍包圍長安 要漢元帝獻出 王兆軍來 王兆軍不得已 為了國家的這個懲罰 才答應 嫁給他 嫁給他但是 他有提了三個條件 不管誰參與都答應他 第一 我要 你殺掉王兆壽 這個很簡單 王兆壽沒作用 你殺 第二 要讓他 向南方的 這個 這個漢元帝呢 這個敗兵 第三 要不第一先退兵 第一退兵 第二 撒馬安壽 第三 這個 漢元帝呢 敗兵 三個條件都完了 我們 這個 王兆軍 翻身一跳 就跳入了 黑漿之中 黑漿 黑漿到底在哪裡呢 你如果稍加考察 黑漿的意思 是在 北方 鴻谷草原上的那個水啊 因為 天氣 的這個 情況 所以水特別 電藍 電藍 所以漿都叫黑漿 你看明代的人 在讀到 這個 漢宮秋 在出版 翻客漢宮秋 覺得黑漿只有黑龍漿 黑漿 所以就把他改到 黑龍漿 所以明代的 這個漢宮秋 王昭堅 跳在黑龍漿 你說可笑不可笑啊 黑龍漿 匈奴是在哪裡呢 漢界 漢漢兄 的直接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四郎探門 的那個邊界 那個邊界就是現在的 山西 活去過 山西大鴻以北 有個叫 硬線 硬線上有一個很 這個已經接近千年的木造的 木塔 你去過吧 那個木塔 有七成 還非常堅困 硬線木塔 那個就是 寮帶 經寮的時候 建的 所以你看 大鴻以北啊 就算兇 大鴻以南呢 是我們漢家 你王昭堅要跳漿 怎麼會跳到黑龍漿 你搭這個 737MX 現在這個很 去那邊投漿 也要非正常 所以這個 就叫他跳江老師 你看看 王昭君的這個 婦女的形象來說 是不是能合乎 中國 貞傑列寧的這個形象 第一 以一個女子 可以退十萬大兵 這了不起不了 不行 第二有沒有情意呀 很有情意呀 他為 漢元帝 至少 所截淚雙情 大家都不管他 曾經 真正歷史是曾經 到蒙古和富汗血藏 才與生 和雕桃 莫告 才與生 這種歷史 就故意把它磨滅 民間的力量是 我不喜歡的 我不喜歡的 就把你揭蓋 我喜歡的就把你 渲染擴大 往我喜歡的去 這就是民主意識思想 情感的一個力量 那王昭君就可愛起來 王昭君第二個可愛 就是 剛才說的 這個水啊 這個水啊 這個 葛洪的 西間雜記 美能土 但是把它弄死下來是誰 是 南朝 劉宋 劉宋 我們宋代 歷史上有兩個朝代 一個就是南北朝 南朝的第一個朝代 是劉裕建國的 我們就稱為什麼 劉宋 趙環印建的呢 叫做趙宋 劉宋 這種稱呼的方式啊 各位留意一下 是這樣 那麼在劉宋的時候 有一個歷史家 就叫 范 葉 葉就是 入宿邊 一個中華 范葉 范葉呢 就做了 霍漢書 在霍漢書 這個我裏邊 引用 他寫呼喊寫禪儀呢 要避辭 漢元帝的說 王昭君一出場 就說 王昭君是 靜莊 風容靜莊 有一點 稍微有一點肌肉 臉是比較鋒嘛 光明漢宮 整個宮殿都亮起 一個人出來 宮殿亮起來 漂亮不漂亮啊 風容靜世 是靜世嘛 風容靜世 光明漢宮 顧雲徘徊啊 看看自己 前前後走一走 轉個身 只是要顧雲排排 也就做出有點姿態 地見大盡 皇帝看到 聳動左右 旁邊的這個大臣呢 個個都看呆了 發抖了 你說這樣 王昭君還不夠漂亮啊 這是證實 這是歷史證實 其實半夜就是 揭曉這個什麼啊 揭曉 西京雜記的美人圖 他把民間的這個傳說 把它 落實在 立正式 所以王昭君 從此就是 不折不扣的美人 還有 還有 各位 文人 的歌詠 我們裡面的哪有 尤其受代的 像王安使啊 像這個 郭陽修啊 歷朝歷代的文人 開始來歌詠 王昭君 就常常把一個什麼呀 文人的這個 不得意的 情懷 寄託在 王昭君 因此呢 像 王安使就說 漢恩自伯 胡志生 漢朝對你那麼樣的 淺薄 把你淺將 胡人對你的恩 反啊 生 人生 人生貴在 鄉諸心 經不見 長門 啊 長門什麼 指指長門 閉二交 漢武帝的時候 把他的房貨 打入冷宮 長門宮 關閉起來 人生 詩意 無難過 人生真詩意的時候 哪管你能在南在北呢 這個有一點造反 味道 意思就是說啊 打破民主的觀念 那邊對你好 你就在那邊吧 我這個梦將 我那個那個 那個蔡文基也有這樣一點 觀念 叫蔡文基 覺得 你家在那邊 那個 左懸 燕當對你也不錯 孫兒牙女 說我給他的 窮如歲月 夫妻 母子 非常愉快 你回來 蔡文基 回台 回回 這個當時殘破了中國 他自己的這個什麼呢 父親也 死亦中 整個家族都幾乎沒有 他回來要幹什麼 為什麼他要文基 非歸還很多殼呢 所以我是在這個立場上 寫另外那種 人憲 基本 那為什麼 匈奴就不好 為什麼漢家族 這個 王安石他們 文人的富有 就開始 打破這些觀念 打破這些觀念 所以王昭君呢 他 他 故事啊 後來發展 和他歷史形象差別那麼大 是有這些 歷史的 背景 這個 匈奴與漢家的 勝衰強弱的問題 有民族的意識形態 有中國人的 對 物民的 邀請 有文人的 詩意的 寄託 種種 匯墜在裡面 那麼 你對這個故事 如果你研究 你真要發掘的 要發掘的 底液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樣的話 你的這個文章 你的論 寫起來 才有血有肉 還鼓入 君言 否則的話 常常有一種 這個論述的方法 基本上 常常是怎麼樣 多只是 收到 現象 讓我們知道這個現象 是怎麼樣 但是都不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也就是各位 一定要 討論問題 研究出一個現象 歸納 你就要讓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怎麼樣 產生的 你 賦予他的這個意義 給他詮釋 才對 其他 我想就把這個民主故事 到底 在這裡 做個結束 其他 我們那個書 都寫的 很清楚 各位 就自己看 那其中 一些人物 你看最倒楣的 像 楊貴妃 沒那麼壞 但是呢 他違背的是什麼 中國人對 吐泥的要求 你看他一架再架 對不對 對啊 他又引起了 引起了什麼 天堡之亂 大家把他當作罪魁禍首 他又無核啦 中國人一個很糟糕的觀念 因為國家沒有要什麼 出現一個美人 達子 包斯達子 這些都不會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是歷史上很倒楣的一個越人物 什麼壞事 可是也有一些狹翔的人對他 給他一種這個 比較美麗的 所以說他盆乃仙子 所以你說他是越攻 樹 長野 之類的 這當然知道是民想的 那像這個 這個官公 對不對 官公這樣的人物 歷史上像官公這樣武將 平常說的不少 可是 他恰好 碰上了 這個 三國時代 由朝衛的這個政策 轉移到 劉備的政策 那麼小說裏邊 又 對他 特別的 關愛 關照 所以把他的一些 毛面 通通忽略掉 我們說他 心中其實 不寬寬 他甚至也好色 這一些 都驅除掉 然後把無中生有的 或者把 他生人中有的某一點 把他 性能擴大 他就變成 把我們倫理道德裡邊的 中 義 兩個字 都送給他 你想一個人 集了中義兩個字的 萬人還不膜拜才怪 所以他現在 只說在天上做一王大地 那像這個 包公 你看包公就是 在這個什麼呢 在元朝那個時代 發揮的 因為元朝是一個政治 最黑暗的時代 黑暗大 黑暗大 百姓 讀書人 可以說都沒有前途 尤其生命 抓不著 保息 維繫社會安定的 最起碼重要的 司法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的司法 不被老百姓信任的話 這個政權就是大大有問題 元朝就是如此 因此呢 整個元代的老百姓裡邊 就希望有一個 真正可以來為他們主持 公道公正的那麼一個清官 所以從元代的雜據裡邊 我們可以看出 他們找出兩個 一個 最近的 就是宋代 還有金代 對不對 宋經是在 元之前 宋代就找到了 包公 因為包公呢 在政史裡邊說他 鐵面無私 笑筆黃和清 包居不入 不說賄賂 他是 這個 鋼子的一個 沒問題 沒問題 還有一個是 錢大營 陳可 這個也是 金朝的一個 一個 勉力 一個好官 所以在元代劇裡邊呢 本來這兩個人 是 公認的清官 可是 畢竟金 是你真人 所以 所以 這個包公 當然就 起而代之 形成一個 代表性 典型的人物 變成清官的代表 然後 他 在民間裡邊 就給他鐵面無私 各位想一想 鐵的面 那只好 黑的啦 因為我們常說 這個人 面如無鍋底 對不對 像這個 黑色 而且這個黑色 給人就是 剛正 剛直的 象徵意義 像關公呢 為什麼要給他變紅顏呢 因為 紅是有水性 有水性 有意氣 的那個 象徵的意義在裡面 所以你看 連他們的臉色 老百姓都給他 這樣的一種 這個象徵意味 在舞台上 更要誇張 更要強化 當然就畫得更黑 更紅 這也是 畢竟的現象 於是後呢 關公就 刀公就變成 什麼案子 到他手中 皇清貴族 他都沒有斷 庶民百姓的 煙曲 一個一個都沒有斷 你說關公 七十二案 對不對 七十二的意思是怎麼樣 就像孔子有七十二弟子 一樣 就表示他 無所不能 很多理的事 還有 一個人 不知 人間的事 連陰間的事都要管 所以最後就給他在額頭 畫一個什麼 月亮 這個月亮代表是陰 日段人間死 月段陰間死 這樣一個形象就出來了 所以包公呢 就變成司法界 百姓心目中的一個 公正 人可以 樹菸樹齒的 這麼一個人物 也都有他的歷史 被主採心 才能贏得 庶民百姓的 這個 這個推崇 那像梁山寶駐英台 各位看看 梁柱最早的 不過是 這個里有個墳墓 傳說 里邊有一對男女 男的叫梁山寶 女的叫駐英台 他們合唱在一起 就這樣 那這個給人就一種狹狹 這個男女 怎麼合唱在一起 他們又不是狹狹 所以 這一些啊 引發出 他們一定 有 這個 深厚的 這個情感 然後在民間就慢慢的 這個 延伸出來 然後把 女子 最希求的 希望的一個境界 像男人一樣 可以 可以讀書 可以做事 可以科技 的這種心態 所以 女扮男裝 就不會在他們身上 中國女扮男裝呢 你的故事 當然不屬於這個說 不是屬於梁柱 我們隨便一挑 木蘭 對不對 木蘭 木蘭 絲裏邊 那個木蘭就是 一個北方典型的女孩 來做象征 那梁柱 死了 那 化成 虎蝶 而且枯木的時候 文木還會裂開 這個 也不是從他開始 是在北朝 對不對 北朝有一個 有一首名歌叫 化山雞 化山雞 所以一個南徐的讀書人 有一次經過呢 化山的三角下 看到裡邊一個女孩子 長得很漂亮 他一看啊 就喜歡得不得了 回家也不敢說 一朝思暮想 就犯了相思病 然後 要這個 這個化相思病 他的母親呢 就問他 說你 到底怎麼樣 是他喜歡 化山的這個女孩 他母親呢 也去了 告訴這個女孩 這個女孩也很過癮 是說 你把我身上穿的這個圍裙 拿回去呢 把它 擺在他的床鋪底下 讓他睡一睡啊 就可以好 果然很黏豔 很黏豔 一睡就好了 可是呢 當他整理團統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維多多 情緒大為激動 各位都知道 所謂既得利羅群 處處 連芳草 對不對 你只是因為你 記得你那個穿著利羅群的女孩子那麼美 你看到那個芳草的顏色 他才一想就是整個 處處都是這個利羅群女孩子啦 那何況來為他生病相思呢 所以就 激進瘋狂一樣抱著這個 這個圍裙呢 然後 從來就往身上抱 吞到這個什麼 往嘴裡吞 據說快爬死的時候 就告訴他母親說 你就把我 葬在華山底下 讓我天天可以看到這女孩 天天可以看到女孩 是我家的 我先說給你們一下 他母親啊 果然啊 各位知道 古代的這個 最古的時候 運作觀察 不是馬車 後來我們說數駕百馬 對不對 當然是有意思 數駕百馬 這是 這是比較 比較 有錢 或者地位高的 一般老台人是用牛車 牛車 牛車走起來慢 好這個牛車呢 運著這個南城市值的 這個 官場 到了 華山的地方 就不動 就不動 這時候呢 從旅館裡邊 有一個呢 穿著這個 這個 木浴啊 更衣啊 什麼的 有一個女孩子 奔出來 或者這棺材板 就唱了說 華山子 華山這個地方啊 是我們相見的地方啊 華山記 君記 魏龍死 你現在 這個跳街很厲害 我們在初見在這裡 你現在既然為我 渡火 為誰死啊 我活著還要 有什麼意義啊 我還為誰要活 歡若見年 歡 歡喜的歡 各位知道 古代的女生 對男生的稱呼啊 都 兩種稱呼法 我喜歡的就叫歡 我喜歡的男生香噴噴的 所以叫 檀娜 檀木的檀 所以叫檀娜 不過現在大家都不用 你們 你們年輕還沒結婚了以後可以用一用 看對方知道不知道 就是說 歡若見臉死 如果你還 怜愛我的話 觀目魏龍開矣 這是押韻的 華山記 君記魏龍死 死啊 渡火為誰死 死 歡若見龍死 觀目魏龍 開 開就盔 對不對 做押韻 要不要開啊 觀目這時候要不要掀開啊 非掀開不可啊 否則這個傳說就不會下來 當然開 開來一定要怎麼樣 就你孩子的這個 這個武功啊 一奔 就跳得非常準確 好 親入 在裡面 觀目要馬上怎麼樣 馬上合起來 還要留一塊怎麼樣 衣服 在外面 表示你偏尊是剛才那個人還在這邊 然後家人開始怎麼樣 拿鐵錘啊 同牆鐵壁 怎麼做敲不開打開 所以就把他們合葬 你看這是梁柱 故事的前年 梁柱故事 在 唐代以前 是 化成什麼的 化成 鴛鴦鴦的 都是古典 好 那麼這個鴛鴦鴦 你們知道 在梁柱以前 這柱裡面是什麼 孔雀 東南飛 那個一對夫妻 也死後化成鴛鴦鴦 還有一個 清零台 清零台 就是寒騰的故事 這個傳說是 宋康王時代的 韓鴦鴦鴦鴦鴦 也化成鴛鴦鴦鴦 可是在唐代 這個 民間就傳說啊 化成胡蝶 我們李昌雲啊 就寫了一首詩 覺得這個化成胡蝶啊 是不對的 因為胡蝶是不是象徵的一種 一種 執著的情感啊 不是 所以呢 這個 這李昌雲就說 呃 他寫的是清零台的故事 他說清零台下 這個什麼呢 呃 清零台下 呃 什麽 什麽 這麽 這麽 帥帥 哇 你們自己看 英朗的引用 他最後兩句說 莫許 韓蓬 韓蓬 回家地 說韓蓬怎麽可以變成胡蝶呢 鄧仙 飛上別之花 那胡蝶就這裏彩彩花又一到那 不適宜給手 可是受戴以後 因為民間旅間習慣 呃 鴛鴦變古典 也就可見了 這個 我舉這些例子來 楊柱的故事 事實上是集合力潮力帶一些比較歌可氣的故事的集合體 啊 楊柱後來又受到 故事在明代又受到什麽的影響啊 杜立良故事的影響 楊柱也還活 在結尾夫妻 杜立良 會不會 朱英台甚至變成武功之高強 碰到那些啊 碰到那些這個惡少啊或者是 這個這個 土豪累生啦 在酒館裡面可以把他一提像丟小雞一樣 咻就丟下去 讓他變成一團弱將 這樣的 可是這樣的朱英台大家不喜歡 那好 所以類似這件故事就沒有了 梁柱故事發展的情況 也有一條大石 盤踞在 這個 木裏邊 還有 幫助這個什麼呢 劉毅啊 去平定一個叛亂 楊山伯爲帶領鬼兵 劉毅 去和 和這個 這個 判責作戰 等等呢 各位要知道 你們如果把民間故事啊 整個收集下來 就知道民間的採取 有一些他覺得 不適合他 大家的一種這個 氣味或者是思想 他自然慢慢淘汰 他留存下來的就是大家共同的 民主意識 民主思想 民主 這個理念 民主情感 綜合體 綜合體 這個是 我們發現的 千古 不變的 這些東西 你看 梁豬可以 化了不變 白蛇 可以 動變人 各位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 物我唯一的觀念 早期的 整個中國的 行變哲學 就行變 但神不變 的一個 哲學觀念 所以列是這個民間故事 他所 涵涉的 這一些啊 我們 整個民主的 一些 千古不變的 思想觀念 和 歷朝歷代 的某一種思想潮流 或者一個地域線的 風俗習慣 各位還記得我說孟江語 在 廣西 的孟江語故事就 六月怎麼樣 脫光衣服 在水裡邊洗澡 霍花洋洗澡 被 萬喜人看到 那是現在 西南少數民主 帶族 都還有這個 西窗百納 我都還去看過 都還有這樣的 這樣一種習俗的反應 孟江語呢 你為什麼 傳到了 湖南就會 織香秀 對不對 對啊 孟江語到了北方 就會低血 任呼吸 這都是地方的這個 這個習俗觀念 深入到民間的 故事裡邊 所以啊 研究這個題目 我們說的呢 其實是 大金大賊 剛允來 它裡邊 觀色的內涵 是非常非常 所以我說 像這樣呢 並不是一個 初學啊 研究的 的一個這個 容易的題目 你看 你們豐蘇烈寧老師 研究八語 才寫出了 關公的這個 論 研究了三語 這次特別是 二十五年 一年 有十五年 五年 一年 就 了 一個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一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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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五年